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和大家發放一些正能量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說我個人很樂觀、很開心 有很多觀眾都會DM我和我分享他們生活上 關於友情、愛情、工作上、健康上的煩惱 我都可以令到他們很容易開心 沒有那麼大壓力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樂觀之道 好,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想看的時候輕鬆、開心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經常都會放一些無聊的東西引大家笑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你這麼樂觀,一定是生活太過幸福、太順暢 有個好好的男朋友、爸爸、媽媽這麼疼你 應該沒什麼經歷過大風大浪大挫折才會這麼開心 錯了,我都曾經試過失戀 被朋友unfriend 工作上形形色色的壓力 健康出現過問題 甚至現在YouTube的留言 大家看看,都不流力 所以其實我也有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過 一些大壓力的來源 怎樣可以保持一個樂觀的心 怎樣更正確的 都有方法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著重在開心的事 每一件事都會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我們看看怎樣看的 我們不如用失戀做一個例子 我知道很多朋友失戀的時候 都是非常之不開心 意志很消沉 吃不安、睡不樂、瘦了十幾磅 完全提不起勁的 看到每一個物件 去過每一個地方 都會想起你的前度 心非常之痛 我明白的 我都試過 怎樣走出這個失戀呢 其實就是想單身的好處 當然,如果你和另一半是開開心心的話 你不需要去想單身的好處 但是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除了Focus是一個不開心 失戀的心痛之外 我們不如扭轉這件事 看一看一個角度 就是你現在單身了 有什麼是拍拖不能做的 現在可以盡情做了 例如不需要你男朋友的感受 可以約而吃出來玩 他有什麼不喜歡你打扮的話 現在放心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還有就是你的時間是屬於自己 你不需要去想 怎樣就領一本的時間 你喜歡怎樣安排自己的事情 怎樣約朋友去玩 都可以盡情去做 這樣想是不是開心一點呢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轉牛角尖 當一件不開心的事發生了的時候 不要只想他不好的一面 我們嘗試調一調的角度 想一下究竟這件事 會不會有一個好的一面 或者是令自己開心一點的一面 然後我們就Focus在那個方向 慢慢地時間過去 或者不開心的事情就可以解決到 或者我們可以走出那個陰影 然後第二點就是 不要論識你們的笑容 其實笑容真的有感染力 例如我拍片這樣 如果我是很認真 不笑的 沒有什麼表情跟大家聊聊天 介紹一下產品 還有我平時這樣很活潑 很開心 然後做一些傻事 自己很傻笑 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都應該有會心微笑 覺得是很歡欣的一個氛圍 是很開心的 差很遠的 所以對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的另一半 總之 所有你會面對的人與事 都多一些去笑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吸引力發生 一些好的事都會自自然而來的 說開笑容 其實牙齒也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產品 就是我最近收到一個 非常非常漂亮 是粉紅色 超夢幻的電動牙刷 聲音Sonic 整件事是不是很突然 很猜不到呢 收到這支牙刷 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它連刷牙都令我開心一點 平時我們用的牙刷不是黑色 白色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外型 但是這支是夢幻的粉紅色 還有它是圓圓圓的 是非常之有趣的 它採用了美國Dupont刷頭 非常之柔軟舒適 然後每分鐘是可以高達 33000次的聲波震動 可以發出微細氣泡和細密壓力波 更加精準去清潔我們的牙縫牙硬 有效清除多21%的牙菌膜 它的機身是IPS7防水 然後刷頭背後 是可以做到清潔舌頭的效果 它特切了三種模式 無論你是敏感牙齒 想去除牙跡 或者是想牙齒變得更加亮白 都做得到 可以切合到不同的結尺需要 不如我真的刷一次牙給大家看看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除了清潔力好之餘 它不會令我流牙血 因為就算我不是用電動牙刷也好 有時候刷完牙都會整口血 但是這款就不會了 刷完之後 整個人都清爽了 Refresh了 然後它附送的這個無線充電座 只要充一次電 它的續航力可以用到三個星期 聲音SONIC是有30日的 全額退款滿意保證 還有一年的免費保養服務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都不需要擔心 可以放心去用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現在用我的Discount Code 落單是有7折的 比起市面上同類型的產品優惠很多 我會放回它的購買資料 在info box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好 我們回來了 來到第三點 究竟怎樣可以做人樂觀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不要太介意別人 怎麼去看你 不要活在別人給你的一個框框 活出一個精彩的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主觀思想和想法 想想的角度和感受都會不一樣的 例如看著我 你可能會覺得你都順眼多漂亮 或者不是啦 又腦又殘三十幾歲的樣子 或者你會覺得 直接養衰到想吐 OK的 我會接受的 因為這個是非常主觀的意見 是沒有對與錯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就是 我看著我自己的時候 是開心的 順眼的 這樣就可以了 也有很多人都會說的 你去到三十幾歲 經常摘那些孖邊 在裝年輕 其實有沒有人說過 三十幾歲是不可以摘孖邊的呢 那當然啦 你如果覺得不OK的 那你自己不去做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自己覺得 我摘孖邊是舒服的話 那我自己有開心的話 那何樂而不為呢 我真的覺得 當然啦 如果在同一件事那裡 有很多人的意見都是一樣的話 我都會分析一下 究竟是不是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呢 如果有些事 是沒有影響到別人的情況下 自己做又開心的話呢 我覺得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不需要太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所以呢 我也是會繼續摘孖邊的 Sorry 輪到第四點啦 我覺得這個世界 現在真的少了很多的讚美 我們應該多些欣賞其他人的努力 很多事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例如一些在公司清潔垃圾的姐姐 他們可能技巧不太高 手掌硬件工夫 甚至你會覺得 他們對公司的貢獻不算很大 但是呢 其實他們每一天 物物工作都很辛苦的 在我們辛苦工作的同事 很專注 他們在這裡清垃圾 其實不理他們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多一句 麻煩你姐姐 今天辛苦了 他們聽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窩心 很有動力繼續工作的 又例如我男朋友 他昨天 我要求他去找一間 可以室內帶到我和Chopper的餐廳吃東西 然後他真的找了一間 很好 我真的非常之大力去讚美他 因為呢 你可能會覺得 男朋友為你去選一個行程 一間餐廳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呢 其實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 他真的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要appreciate 其實他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不是鳳子這樣做 我做完之後呢 如果對方真的會開心 自己也會開心一點的 所以不論對你的另一半 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甚至乎是平水相逢 服務你的一些工作人員 一句衷心的多謝 一些欣賞他們的努力 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你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來到最後一點 就是我經常都說的吸引力法則 只要你一個人是開心的 正面的 充滿著正能量 你所遇到的事 都會是好事來的 我們要放大一些開心的事 收拾一些不好的事 如果你整天都很悲觀 很不開心 每一件事 你都往一個不開心的方向去看 其實每一件事都會有他不好的一面 所以 要一個開心樂觀的性格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希望今天這條片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看看究竟我個人可以經常都很歡欣開心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天和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還有一件事忘了再說了 其實我發現很多朋友都會未與籌謀地 想到一件未來的事 但是不好的結果 然後你們就會一步一步 慢慢地跟著這個不開心的方向走過去 所以其實不需要這樣的 我們活在當下 現在這一刻開心是最重要的 這樣就可以大家跟著今天的心態 慢慢轉變成為一個很歡欣的人 就像我這樣 不要忘了